当地时间9月16至17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马尔他同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举行多轮会晤 双方围绕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进行了坦诚实质性 建设性的战略沟通 王毅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必须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保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中国的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 遵循必然的历史逻辑 是阻挡不了的 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利 不容剥夺 双方同意继续落实 两国元首巴黎岛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双方高层交往 双方探讨了进一步支持和便利 两国人员往来措施等 双方还讨论了亚太地区局势 乌克兰 朝鲜半岛等 国际和地区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